L.O.L.O.L.O.L. 好,那大家好,那各位前輩大家好,我是 我是L.O.L. 那這是我今天的主題 那臨時投完就是 颱風天災人物死民生 之臨時儲備點 所以 相信這網站大家應該都看過 那它是政府公開資料網站 這網站上面提供了很多人不會資訊 那像說最近的話 有那個各行各業清新調查 那其實我目前在找工作 那其實目前台灣的救援環境 你確實嗎?你能擔憂嗎? 那其實在這網站上面 它並不是所有政府公開資料都適合閱讀 那像說有幾個相當重要的經濟資料 像說 這一個好了 這一個是台灣的失業率 那或者是說 這一個是台灣的GDP 那我們發現就是 好像政府的很多經濟指標 他們都特別喜歡用XML來表達 這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個範例好了 像是這次比較常見的 他們是用CSV 那如果是遇到經濟指標的東西 他就用XML 那XML打開的時候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人眼是很難去閱讀的 GDP也是 好 那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 就是儲備對XML視覺化表達化的工具 那GDP是指揮 那任何平台任何語言都可以 那我目前是負責IOS部分 還有那個 同組的Asica 它是負責捲購 那我們歡迎其他各個平台的 一些設計師參與 然後我們可能會找 可能需要美工或需要UI 之類的 我其實 大家也看到這份投影片 它的UI真的 會怎麼樣 那 剩下一點時間 不然我們先DEMO看看一些東西好 你是要調整現場DEMO嗎 這個是我目前做到的 先DEMO那個方程平台 那我們可以把一些數據給丟上來 那如果 未來成比較成功的話 我們會做到像這樣子 就是 這跟它沒有關係 就是使用者可以去選他 要拿幾個HFU 然後直接丟上去 那這是我以前做過翻譯 那我可能就稍微改一改之後就可以 就可以去把那個整個系統給丟上來 好 好 那謝謝大家 我下一個是跟我借電腦的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